这个常数是π π等于3.14 前面多一个什么? 前面多一个final final加在前面就等于是说 这个变数就固定了 就不能够再改变了 永远都是3.14不能再改变了 所以加一个final在这里 后面的话我一个ds跟一个da 分别就是给它ds的话 这个应该是给它半径 那a的话是什么? 半径乘半径乘3.1 等于什么?面积 所以把它printer out出去的话 它的面积就是什么?da 最后会有一个小数点出来 另外的话底下这是第二个sample 这后面又另外起一个 另外起一个这地方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这个半径 它是乱数决定的 而不是5给它的话 而我要得到的那个乱数 是从多少呢? 从1到10好了 那1到10的话 我该怎么样去产生一个乱数呢? 实际上这里下会多一个叫mass 点randon 那mass的话就是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的话呢 里面的方法主要是数学运算方面的 那里面它会产生一个randon 这个有个方法randon 这个randon主要是乱数 产生一个乱数 那这个乱数产生就是产生多少呢? 0 最小是0 最大多少? 0.99999 这个有点像那个以前 如果你学过程式的话 有类似的东西 在VBA或在其他语言都有 你把它乘以10的话 那结果应该多少呢? 它最小是0 0 然后再到0 一定是小1 不可能等1 所以0乘上10的话 等于是0 然后如果1乘上10 等于是10 可是它有没有可能10呢? 不可能 最大只有9.99999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产生1到10的话 特别注意后面请你怎么样? 加1 这样就可以 那请各位试试看 把这边 这个 东西 把它置换到这上面来 好 然后最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产生两个好了 这个 这一段 再把它移到这上面来 好 那 画面先还给这个值 我是直接指定给它5 那这里的话呢 我就直接等于 把它等于5 有没有 直接把它拿掉 让这个DS 把它改一下 不要用DS 这不要用DS 好了 这个可以拿 最后把它改这个 好了 本来把DS 那所以这个应该就没有用到 那你会发现呢 你可以